还有还没有 等一下再转一动前 所以你看地震 它有什么地震 你看这个数据就好了 我不用再读了 大概看 读第一个世纪到今天21世纪 这么多来一次比一次还要多 每个100年地震的数字越来越多了 21世纪我们至少一年有6500次的地震 比上一个世纪还要多 我们来看内容 然后每一年的最新的数据 每一年现在每一年有6000次的大病症 是里头我不知道的人 连马来西亚从来没有病症的那一天 我去看戏 带女朋友去看戏 为什么 为什么她的转移好像押心那样 会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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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现在的医院 现在的医院还不错 很好的服务 还有押心来 咬咬咬咬 好像对啊 全部的都跑掉 就剩掉我们两个 冰层也有地震 这不是开玩笑的 有新的疾病 你能够找到好的医病的方法 之后一定有新的病 病情 有害致病 有孽疾 有肺炎 肺结核 伊波拉 这些新病啊 新型的病毒 灵病 波兰 这些都是新的不能决绝的问题 就算你医 现在医学发达不发达 昌明不昌明 你在昌明也好 也是有新的病 病运行 病肿出来 所以 灾难的气候 我们有迷惑 有战争 有饥荒 有死亡 我们活在这个圣经表述的时代 我们这个时代是灾难的气候 它将令我们进入大灾难 所以我们作为一个结论 所以2012绝不是世界末日 请你跟你的旁边讲 2012不是世界末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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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所以我们2013可以去countdown 我议定你 我们一起来countdown 所以2012绝不是世界末日 但是这些东西有吗 有战争 饥荒 死亡都有 但是不是世界末日 这是我们今天的节目